我们想请教您的是 根据您的一种观察和判断 马先生在这个时候的表态 具有怎样的意义 九共事民进党执政之后 刚开始采取 混得过混的方式 不愿意承认也不否认 基本上是混 那么到了现在 干脆就否定到底 我们再看一看 民进党现在采取的策略是什么 是极尽妖魔化 智能士对于中国大陆跟两岸的交流 全部前盘的妖魔化 目的就是把台湾对大陆的恐惧 对两岸交流的恐惧 给它极大化 因为它现在采取的不是承不承认 它是完全的否论之外 还妖魔化 然后把台湾对于大陆的这一种心情 给它极大的恐惧化 两岸之间应该要进行的是一场 非常残酷的 非常严酷的政治斗争 这个斗争里面就是 中国大陆有那么坏吗 中国大陆对台湾 真的有那么样的不堪吗 中国大陆对台湾 难道如此的不值吗 真的必须被妖魔化 被火定 然后被恐惧化 到这种程度吗 有时候法应该是使用的